火箭弹空中一枚接一枚 防空系统不断拦截反制 惊人的大战场景直接映入以色列民众眼眠 地面居民一直在发出惊呼声 同时赶紧用手机拍摄 这是黎巴嫩真主党25号精神 用火箭弹疯狂连射划破以色列北部天空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一个早上只有320枚火箭弹雨 无人机射进以色列领空 以色列总理纳塔雅胡迅速召开紧急内阁会议 真主党让以色列吓起了火箭雨 甚至表示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报复行动 但报复什么主要是在这之前 以色列军队早就率先对真主党发动攻击 至于以色列为何要先发制人 原来是他们发现 里班的真主党已经在准备要大肆攻击 珍主党为了反击 以色列7月份暗杀了真主党的高级指挥官 因此一直以来都在计划要大规模攻击以色列 这回以军干脆出动100架战机抢先袭击轰炸 空拍画面中里班的一些建筑还在冒烟 事实上当地居民也很怕以色列来袭 但以色列也有所担忧 因为比起哈马斯 真主党似乎更难对付 这回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也发出声明 重申华府对以军的支持 尽管如此 以色列和真主党大打出手 恐怕只是更大规模战争的开端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